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觉得我们这次铺访塞尔维亚 还是以学习欧洲的篮球理念 和接触铺藤篮球文化为主 其实更多的是想让大家在不同的地方训练 然后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环境当中 然后大家能够惊天心来 真的去磨一磨我们的技术 磨一磨我们的身体 磨一磨我们的鸡蛋术 这次说一下 蕉蜊 这次吃到蓝球 牛仔 其实这里 变相 就是因为这里附近 是什么都无端 令到我们可以更加专心 每天吃完 早餐好好休息,然後就直接去練球 這件事對於我們所有球員來說 我們其實是更加專注在練習的時候 來這兒以後,卡達師來這兒訓練來了 他是來訓練了,訓練表演好,我們安排活動 訓練表演不好,那沒有節約日,我們就正常訓練 反正是過年我們也準備日放假 對吧,那在這個階段,最後一個月訓練 我們希望把這些訓練成功 對於我自己而言呢,還是說把自己的狀態 就是往回拉一拉吧 因為之前也掉了很多的這些訓練的狀態時間 就是也是浪費了一段時間 然後成功在這兒學到一些在幹很多的東西吧 能幫助到這個球員 興趣,保護,這是最後一場的遊戲 最後一場遊戲,你必須行動 現在心情處於一個非常集中的階段 因為教練說的內容其實很多 都要慢慢消化,然後用到自己的身上 具體一點就是可能運球的位置 還有腳步的重要性 其實都說了很多次 他說了為什麼我們做到一些腳步 好像不太順 當然對我們來說就是比較少接觸這個技術 所以今天在運球那裡 他會慢慢很有耐性地去收拾我們的腳步的位置 感覺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看似比較簡單的東西 然後當你做的時候就需要一點節奏 然後變化 才能突顯出這個快慢線 所以非常有用 對比賽幫助 對比賽幫助 包括在清遠的集訓 還有這裡 我都希望每一個地方都學到更多的技術 包括在這裡的塞爾維亞 希望就是多點了解教練想表達的東西 學了那些技術 可以令到我可以在我整個生涯裡面 繼續可以有一個很進步的情況 好棒 來吧